被誉为空中战神的国产新型轰炸机轰6K 在胜利日阅兵式上震撼亮相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轰炸机 它的出现使得中国军队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实现了新的跃升 随着轰炸机梯队 以三个三机歇队呼啸而来 国产新型轰炸机轰6K在世人面前揭开面纱 轰6K是中远程轰炸机 是重要的空机远程打击力量 可发射国产长箭石空射巡航导弹 具备远距离奔袭大区域巡逻防区外打击能力 使空军向战略空军转型的标志性装备被誉为战神 今年以来中国空军已组织轰6K战神多次穿越第一岛链 9月3号之前 轰6K轰炸机梯队一直在华北某机场进行飞行训练 接到塔台的起飞指令后 十多架国产新型轰炸机相继升空 到达集合空域后 快速组成数个歇行授越编队 开始了阅兵编队飞行训练 40多分钟后 经过集合出航编队穿云 数个编队以严整队形准时通过基准点上空 在三个多小时的训练中 他们相继完成了云上拦截 编队穿云和低气象起降等科目训练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 与2009年国产阅兵中亮相的轰6H相比 轰6K改装率高达90% 它具备远程进行打击能力和凌空突击的能力 比原来的轰6比呢 一个是航程员 第二个是载的量大 第三个是打击精度高 改进后的新型轰炸机 机上成员人数减少了一半 飞行员不仅要驾驶操纵 还要负责通信联络 空中态势判断和武器操控 而寿越时的大机群低空近距离密集编队飞行 要做到队形准确 米咬不差 是摆在寿越飞行员面前最大的难题 这是我们轰炸机梯队 是以三机编队 也就是品质队形 然后总共有三个品质队形 打击机之间间隔距离都是30米乘30米 高度差的话是负责2到3米 现在难度一个是编队的队形 轰炸机的这个飞机应该说 飞编队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些 一个是这个飞机的重量大 也就是惯性大 不太容易操纵 经过地面一次次研究推演和空中反复的磨合训练 飞行员探索出云上云下拦截 编队穿云等多套拦截集合方法 有效破解了轰炸机大机群编队难题 使梯队集合时间和拦截距离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梯队精准编队误差不到一秒 我们三个人就做到是 每个动作都明确 每个数据都明确 真正就是达到了一种 三个人像一个人那种思维方式 做每个动作之前 就是心有灵犀的一种这种状态 尽量是我们三个人合成一个人 然后一个人和飞机合成一件 就变成人机合一那种 达到那种境界 谢谢大家